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早上我在杭州看点画 今天跑到这里来看点画了 就是这个你观赏的那种那个采摘的 要按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给它分开 我们把这种好的理念 那好的管理方法什么东西都在说 按照这里自然法律 没有改变它的意思 一边都没有破坏它 到时候的话这个画开起来 开婚发到时候很漂亮的 所以我们以后呢这边发展就是 做成这个旅游旅游观光 就果树采摘一系列的东西 让它当地人就一个游玩乐的地方 这样就解决他们的一些就业问题啊 其他方面都可以带动 你们这里黑黑黑黑黑的 你们进去过一下 那欢迎来到养兴圣地神秘 可以从将来到咱叼沙苗再来旅游观光 这是我们小山巴 从将作为重要的疗养点 这些朋友来了感觉都很好 感觉来从将不是自信 从将有许多工艺品 苗绣是比较突出的 作为传统艺术 一直传承者 因为都民族文化和原生态环境 是从将最大的宝贝 现在就是消费抚平 让从将的特性聪明发贵 你乡村里如何很不容易 我们关键是 把基础设施给它弄起来 特别刚来的那段时间 水都不带感动不客人 因为基础调食和卫生调食太差了 物质也相当平凡 刚过来的时候感觉是挺不好的 比如说这边没有自来水 所以我们自己从山上找一个泉沿 接水过来 然后再做软化 做了三种情况 才能够来正常的饮用 通过我们的邦谱 现在行情好多了 就这样喝啊 它甜的呀 甜的是吗 嗯 我们把后面这边民宿 我们把它带走起来 现在买家买户 有两三个床位 这样的话 你可以增加他们的其他预外的生意 孔家是我第二个床 我们怎样把孔家的故事讲好 孔家做起来 它只要观光里面结合起来 乡村里面结合起来 就能够到长期的土坪消除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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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呢 对 感谢观看